Hello, 大家好, 同次官, 又是一樣, 開心又見到你, 聚言堂, 聚言的話題, 剛剛過了一個長假期, 連續三天 長假期的觀念, 在近十年八年, 香港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整個生活, 香港人生活, 真是大部份改了, 很少跟以前那種放假, 以前都沒有所謂長假期 最多是星期日, 星期一, 因為現在, 星期六都不用上班, 大多數不用上班, 變成六日一, 三天, 生活, 有時候拿了假期, 星期五就四天, 變成整個觀念, 放假觀念改變了 不知道你有沒有在這幾天, 去看過幾個地方, 譬如說, 羅湖出入景站, 譬如是機場 這些, 我就很少選一些特別多人的時候去的 我自己呢, 通常去郊外, 上山, 先說你郊外先, 行山 是, 如果我上去郊外, 以前我小時候, 相對來說, 無論是不是假期都好, 坐車也好, 去什麼地方都好, 都是很疏落的 不會是迫爆的, 近這幾年, 我發覺有些不同了, 尤其是西貢, 大嶼山, 這些原本應該都很少人的地方 去到假期的時候, 你只是在巴士總站那裡都大排長龍, 要排很久 如果你在中途站上車, 上不到的, 上不到的 現在連郊區都, 即是迫爆了, 不單只是這個商場啊, 食市啊, 食市還要命, 試過呢, 等兩個小時 郊外, 還是, 食市? 是, 商場的, 商場的, 商場食市, 郊外那些, 市多啊, 迫爆的時候, 累了很多事 連豆腐花都埋了, 這麼厲害啊? 是啊, 試過的, 一直長假期, 之前入了很多貨, 煮豆腐花, 但你去到的時候, 已經賣光了 啊, 很厲害啊 這個郊區呢, 我都沒有去什麼, 但是市區呢, 都感覺到一個有異常的動態 咦, 怎麼異常呢? 咦, 剛才你說, 就是這個,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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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東西不便宜,平均人消費沒有100元左右,都下不了樓 就算普通,一碟碟頭飯,飯盒都四五十的最少 你假期就跟全家一起去,譬如說打個邊爐,有四個人打個邊爐 平均每個人,飯盒都要三四百元,千多元來自賣單 一假期還可以另外再加費 今天我在澳門,澳門的假期茶餐廳不是間間開 開的那間就加二,伙計說了聽,今天假期加二 為什麼加二呢?平日加一,今次長假期加二 即是說要多加一百元,再加二十元 原來只做到生意,吃東西跟一樣,但還要逼 為什麼呢?因為不是間間開的話 想去找東西吃,逼在那幾間,你不吃就不行 其實是不是每次都一定要逼吃貴的呢? 如果假期,大家跟家人自己買些材料回來慢慢煮 大家享享享天輪,偷得浮生半日閒等等 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休息和舒服的假期 說到港澳,我不知道大陸怎樣 城市的人在過假期的心態是絕對改變了 改變了,不同了 現在我們看到大陸有長假期之後 黃金的假期,就會有很多迫爆景點的驚人相片 就在網上流出,例如長勝 你見不到磚,只是看到密到完全沒有空間的人頭 故宮也是,故宮也是 故宮是踩到台街,幾百年了 還有其他古蹟等等,也是 本來的設計不是讓你這麼多人去的 當然是,你長城有多少人在上面? 我驚訝 故宮有什麼人在那裡? 在移和院,你真是害怕的 那些刁難肉砌,你不知道能否捱到這些人潮 是呀,還有其他景點 我看到這樣,我心想,你受罪去那裡 這就是整個鄰近國家,香港等等這些地方 人民生活的一個很大的改變 這個改變,我就覺得歸咎於當社會 這個叫做都市化之後 一種不均衡的生活 怎樣不均衡的生活呢? 因為現在這些大都市 工作轉變了形態的模特兒 我記得當時叫做朝九晚五 是我們那個年代 我那個年代聽過,很小的時候 叫人有個廣告,義勇軍去參加義勇軍 就說一群民怨在那裡 接著有個龐淑說 朝九晚五的生活,真是悶死人了 去參加義勇軍了,有意義,有東西學 那時候這樣說的 朝九晚五的生活,悶死人 現在我們香港人聽回,不聲唏噓 朝九晚六,你已經還得神樂 因為現在基本上,九就不太準 有些公司仍然堅持要九 但是沒有五的了 因為五就認為你做不完事 六很幸運,有人性 五的老闆被他放棄 否則我聽到一般都七的了 八都不是稀奇 都越來越多 因為現在很多,尤其是九七之後 就出現一個情況就是 人們鬥遲走 為什麼呢? 就是覺得怕老闆說他沒有工作熱誠 不勤力 這樣就磨爛枝 我親眼見過的 以前我做過的工作 磨爛枝 打牙教,聽電話 都不肯走 不是,主要是在這個 日頭做事的時候 不認真 然後呢,過了六點之後呢 就在這裡做了 因為老闆呢 特別喜歡在六點之後 看看哪一個已經走了 是啊 是啊 如果你準時六點走 或者是六點半走呢 那不用老闆出聲的 身邊其他那些同事呢 就會單單打打替你了 就是這樣了 然後呢 有些做到三間半夜 沒有補水沒有補價的 是不是不用補的? 沒有補價 那有沒有那麼多事做呢? 其實可能真的有那麼多事做 但是他可以稍為改變一些的方法 又不用做那麼長的 但是呢 現在個個都要告訴老闆我勤力 老闆也都覺得 現在講的心態呢 就是 我給你這麼多錢 我就要用到你盡 怎麼為之用到你盡呢? 就是我看到你還坐在這個位置 就是你在做我的事 那我就不會吃虧 所以九七年之後 這十幾年 是積聚了很多文憤在這裡 我們自己上網看那些 現在年輕一代時的那些 職場文章呢 相當都是反映著這個情況 但是呢 這是非常之無效率 以及浪費公司資源的 這是當年管理的一種題目 考慮管理人 你寧願那些人做了長時間 你寧願他短時間 但是精幹呢 短時間精幹呢 很多老闆會提出問題 他馬上做完他 為什麼不可以做多其他B A做完 為什麼不可以做B 做完B 做完B就做C 讓我們多接生意回來做 所以很多人不想揹那麼多票 就算沒什麼做 都拖場來做 反正有這麼多人工又沒有水埗 這個其實就是互相 雇主和雇員互相不理解 互相欺騙 互相欺騙 會不會呢 會會會會 絕對是愚蠢的一種做法 對 有些文明進步的地方 就覺得 我認為 OT是要給多15% 加料 還有他還有限時 你不能夠做過多少個小時 以前我小時候都是這樣的 我小時候工廠做事的時候 就算不成一 每個小時都成1.5 一定 如果你是農曆新年上班 星期日上班 可以三工 工廠是這樣的 但是現在呢 沒有這支歌唱 星期六上班都沒有水埗 沒有的 很多公司都是這樣的 最重要的是 因為香港老闆自己又害怕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的工業化 慢慢減少了 變成同時 你去打工的時候 工廠的心態不同 當時是 做多一點 就多一點 你買多一點照片回來做 你做一點就賺多一點 現在你未必 你多勞 做完之後 是沒有公開的 你不因著做就是沒有公開的 所以現在 第一 要討老闆的寬心 最簡單 藉由這個方法 第二 又怕老闆給他太多 額外的事情 第三 又怕其他群眾的壓力 結果出現一個 惡性的循環 所以為什麼經常說 標準工時 對 對 我們五六十年代 都沒有人叫什麼標不標準工時 因為那時候不需要 大家公公道道 現在太過不公道 有很多工時過場過路 有上班沒有下班 以前還有這樣的學說 有這樣的說法 他說 如果將員工做多了 做長了 他的工作 其實呢 你給他一個OT 是買一些 所謂inefficient的工作 買一些 沒有效率的工作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因為呢 你加了時就 他已經身體累了 是啊 他要做一些工作 例如是要 打升十二個精神 他在那個 長時間底下 他沒有休息 他做慢很多 但是呢 那個效率這麼低呢 你要給多15% 的銀子去買一些 效率低15% 最少低15% 的工作 是很不划算的 非常不划算 不知道老闆 為什麼不思考 不知道啊 總之一種 不要蝕底的心態 你蝕底了 蝕底多了 他們的心態 現在是低B了 我覺得 你只要動多個人 我就覺得 我出的薪金我值回 是這樣的 所以有時候 就算你會計B4那些 都是有上班 沒有下班 都出了名的 就算會計師出來 一入B4 我聽到他們通宵 達彈 隨運呢 他們那些 表面上 專業人士 時薪和最低工資 都不拿得太遠 因為那些 沒有所謂OT補稅 對 那更加 用得盡 擔心 擔心 所以 一度放假的時候 每個人的心 真的有假放假的時候 心就好像突然脫疆 當然要找些東西去充實自己 我才不會蝕了這個假 又是一種不好蝕的心態 不肯蝕 那麽辛苦的工作下 為什麽不盡量花費 一些錢 使自己買幾天的青春 買幾天的活力 去巴底瓦 游水 坐飛天 那也好 但你變成跟人鬥逼的時候 但你每個人都這樣想的時候 就會迫到暈 是的 這個世界 擴展的娛樂和地方 就不夠可以去娛樂 擴展的新生活的人 增加得這麽快 如果是市區 真的更迫 郊區最多是乘搭車的時候 比較迫 我去到郊區的時候 其實還是很海闊天空 但如果真的在市區 如果要跟人鬥逼的話 我覺得真的會受罪 吃過飯也是等一大輪 起碼過一小時 乘搭車也是等一大輪 那假期等於浪費了 你不如在家睡覺好過 這個事情 跟次官說的心態變了 工作時間長了 精神累了 你累了 如果想享受一個假期 及後來的假期 你都沒有心機 你寧願睡到日上三竿 覺得睡眠是最好的享受 如果人覺得睡眠是最好的享受 這個人都怕得很可憐 可憐德國香港 最近台灣在網上傳一個世界公時對照的統計表 台灣的網友在慨嘆 台灣竟然是世界第二 僅次於香港的陰工 是嗎 是呀 我們香港看見 唉 我們不是更慘 四十幾日嗎 一年兩千幾個小時 兩千一百幾個小時 香港還多了幾百個小時 兩千幾個小時 兩千幾個小時 兩千一百幾個小時 就是台灣 香港好像比它多了四百個小時 三四百個小時 一年 世界上最高的 全世界最高的 最長的時間 香港 你更加不要跟法國那些享受生活那些比 你看他們是慢活的 走兩步路都不會快過人 哦 全民族的人在二十一世紀之後 他們已經有一些生活上的部署 換句話說 他們正在改變 他們祖先以來 百多年來 在十九世紀末 一路至二十世紀 整個二十世紀的生活模式 是呀 他們決心要改變它 那麼 很多疾病 這個已經獲得證明了 就是因為你的生活模式轉變 譬如 你吃得熱 吃得飲食得好 好一頭 那你有脂肝的肝臟 是啊 有容易患糖尿病 你有糖尿病之後 就容易患那些叫做 血壓高 三支金油高 就是三高 接著又經常說這些食物不健康 那些食物不健康 我經常說 不要經常說傳統食物不健康 這些東西 好像蠟肉 吃得多治癌 你想想那時候 要吃點多治療 對呀 他抽冬才拿些少來過冬 你來香港富裕果頭 餐餐做臘肉 你不病都吃到你病 吃完這些就是他們的重勞動 香港大部分都是服案工作 寫字流工 動一動都覺得累的時候 還要吃那麼多這些臘味 那你肯定是病 這些就是律次官說的 生活和以前不同了 勞動的輸出不足夠 食物的輸出越來越多 這個又是跟社會和食物的關係 社會上很多時候是注重炎耀 叫做炎耀性消費 炎耀性消費 炎耀性消費最大的特點就是 它未必因為那件事需要消費而消費 它是需要炎耀而消費 什麼叫炎耀消費呢 譬如有些去到大公司 要購買一個手袋 LV 最出名的 之類 不特別說它的名字 你會發現很簡單 現在的人很聰明 是出一系列 不是出一隻 可以去買的人 就會感覺到 我需要買一個系列 為什麼要買系列呢 我拿出來的時候 人們會知道 原來我的手袋也是這個牌子 我頸巾也是這個牌子 我穿件衣服 或者皮帶也是這個牌子 我是不是覺得那些朋友 對我產生厭善眼光 是嗎 不是那麼多人可以整套買的 是嗎 但我又看不出那些衣服 有什麼牌子 我覺得穿下去舒服 就可以了 因為你的價值觀不同 我問過一個中環禮人 我問他 女人我知道 買了一季一季的服裝 手袋 那些衣服 男人 你怎麼看到她的西裝是新款 還是舊款 還是去年做 還是今天做的 怎麼看呢 男人的時裝我不認識 我不認識 她說 我們都不是看她時裝 你看什麼 我看另外一些東西 是嗎 那你看什麼 我看她的手袋 是否私質做 有什麼不同 她問回我 你知不知道 一條手袋 可以 那些上班的老闆 就是銀行家 或者那些高級職員 那條胎值多少錢 那我更加不相信 我隨便 什麼 我以前上班打胎 都是隨手的 納鐵 親不親不親不知 她說 現在這些漂亮的胎 是六千至兩萬 嘩 怎麼搞錯 一條胎 胎沒有實用 胎對我來說 是會嚴重影響我的工作效率 我是簡直不戴的 我不戴的 你有沒有叫我戴的胎 我也不戴的 我上班也不戴的 以前我要迫著要戴 要穿西裝 要打胎 這樣呢 那時候 都是直租的 但是現在 經過三十年之後 很多時候 你不察覺 一條胎已經去到六千元至一萬元的階段 我覺得是傻的 你覺得是傻的 因為一條胎是一種完全沒有用的東西 對 而且會阻礙工作效率 困著頸子熱到死 然後會低身的時候 又會 真的 掃地 對 我見過有個 帶著一條胎 在麻雀館外面燒衣紙 燒完自己 幾乎燒完一條胎 前面那個提子 看著一條胎 還加上危險 是吧 因為帶胎是最愚蠢的東西 所以我上班一定不帶胎 還有看著皮鞋 這種消費就會感覺到你削不起 不是說得罪你沒有錢 而你的性格就會覺得 這樣不如拿去吃掉 當然了 是過萬元 是很閒的 但是原來這個所謂消費 這種誇張式的消費 或者叫做引起宣傳的消費 原來很多他們是行家 我們不認識 不就等於這個世界 個個都不認識 有些在行的人是認識的 還會說 今天某某阿虎 做一件新的衣服過來 挺好看的 是在說這些事情 我相信有這些 是很消費的 是一個消費開始 炫耀自己的財雄勢力 來決定的 還有有時候 是要顯示自己 懂事 要打入那個圈子 如果真的很有錢 我覺得他們反而不需要怎樣炫耀 如果你是差不多 上世紀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已經開始有水 搭水 根本就不需要 來顯耀 炫耀 因為炫耀都是多餘的 但是最大問題 很大就是 他們是沒有人認識的 無法心態 是 沒有人認識 於是就 借這個機會 拿一聲 炫耀一下 所以變成 中國人去到全世界 賣數名牌 讓他們變成最大戶 近這十幾二十年 都是 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 所以 剛才我們說 因為生活不同了 花式多了 但是人的時間少了 會不會因為要求炫耀 或要求出人頭地 豁湖 於是就 將他那個 所謂空閒的時候 這個家企的時候 就盡量用了去 自由發揮他自己 購物 旅遊 是的 購物旅遊 或者做其他 旅遊我覺得更好些 旅遊是你豐富自己的生命 當然你去旅遊 你只是購買 不是啊 很多是購買 不是豐富 哪有豐富 我試過幾次 哭笑難分 買這麼多東西 第一 你用不完 第二 你還要找地方放 錢用了都是你自己自願 有很多時候 連地方都佔用了 香港寸土赤金 現在是 那你不是連他那些 就要霸佔賣 收口根都沒有賣 很多時候這種 購買 購買 所謂血拼 血拼 血拼的行為 是基於 心理病 這麼嚴重 真的 有一種心理病 就是他每天都要出去 買那些東西 消費那些東西 然後覺得自己有存在 自己感覺到良好 他不是靠他的生活 得到一些 譬如知識 我自己覺得生活 是好了 好了 那些人說 三人讀書 面目可憎 他不是用這些來量度 有些又是 覺得 如果他能夠消費 買了一些很簡單的東西 雖然即使是很少 但覺得 這個購物中 或者埋單的時候 或者用回來拆 這個包裝 擁有這件東西的時候 有沒有用 第二件事 有種快感 有種快感 這個是病態 是都市病 不只是香港 是全世界 我想 在工業和工事業國家 尤其厲害 尤其厲害 這件事我就感覺不到 我自己 因為你沒有這樣人家 主要是我自己 我覺得買東西的原因 就是我生活上需要那樣東西 我也是 我們才有自由 經常想著去買什麼 有什麼好買 我現在需要吃東西 我就買的東西來吃 吃完東西 肚子飽就不用買 所以有時候 這種心態 我反而 就不太能夠感覺到 而且很多時候 有些女士 女士購物 那樣東西 真的 走兩步路 他們都覺得累 但在商場 走一天 他們竟然穿高齋鞋 都不覺得累 還要抽一半 還要抽一半 找你抽的 又不是一定要抽的 我沒有試過幫別人抽這些 我真的沒有試過幫別人抽這些 我覺得這些太過無謂的東西 購物引起快感 有很多研究 其中一個就是佔有肉 就是有些東西 這個世界 我人有佔有 我沒有佔有 我就覺得是虧了一筆 這個在高消費那裏 是會見到的 是 譬如 這個手袋 或者這個秋季服裝 是一套 周圍隔離 你認識的人 已經購買了 穿了 你遲了 已經覺得 已經虧了給別人 已經虧了給別人 你買回來 你穿 你還可以 及時 在這個櫃裡 及時 人一輩一輩 能夠 存在到 存在的意思是 你雖然不夠那個最快 最在行 但你給其他很多人 在行 這是一個 模型的權力 使得 那些 不一定是女人 男人都有 知情情 就覺得 我今季 我買了一件 最多人 港級的設計 我就是 模型中 最追上時代的 一群 一個人 在我的同屆 在我的同級裏面 那些人全部都輸給我 可能我不夠他們 其他聰明 但我這個聰明 比他們聰明 我對服裝的敏感 我對時髦的敏感 或者我對這些事 在行 我是 直接被人看到 絕對一定要看到 對 衣服一定是被人看到 對 不會藏在家 藏在門桌 除了衣衣服 我認為他們的追求 現在的消費方面都很厲害 吃過很多東西 吃越吃越滅 這就是因為剛才提到的 人家全世界都吃過牛胸頸 牛胸頸 叫做牛胸 就是喉最頂的地方 哇 真是牛胸頸 你也沒吃過 或者吃過蟬牛 你也沒吃過 日本最美的牛肉 做的 小小的牛扒 你也沒吃過 或者是燒 或者是蚊 你也沒咬過 我出來跟朋友聊一聊 每個人都很羨慕地看著我 因為我試過 你們也沒試過 我無名獲得有些權利 走也是 我這個年份 我在這個牌子 我喝過 我回來 死人都說好喝 死人都說不同味道 是權力 我在這麼多朋友的中間 我很突出到自己 第一,我在學 第二,我試過 我試過了 你也沒試過 我擁有過 你也沒擁有過 那就是有權力 以前就說 你讀書 考得功名有權力 或者你家裁百萬有權力 或者你很多門生子弟多 有權力 現在不算這些 或者你讀書多 或者你藏書多 或者你家裏古董多 這些都是無形中有個暗權力 但現在這些全部都不說 就說你吃什麼 穿什麼衣服 戴什麼錶 這些人才是 你沒有了 沒有了 我沒有錶 我只要知道時間就行了 我不需要有錶 那些人是用這些表達的 反而比以前還要淺薄一點 只不過很多 因為評選的階級 或評選能來 這些完全是有素化了 有量化了的某些社會價值 而這些社會價值不是道德價值 不是文化價值 是純物質的價值 純物質的價值 是純物質的價值 越來越是這樣的 所以人去旅行 說回我們道假 其實是準備很多道假 我去某個地方買些東西回來 去東京也是購物 去米蘭也是購物 你去意大利、日本和留養香港 有什麼分別 意大利也可以 意大利也可以去香港買 你為什麼要特東飛去羅馬 不想要去米蘭 如果你了解心態 你會覺得為什麼 人們吃東西之前一定要拍照 不知道 吃口肚就可以了 肚也可以 但為什麼要拍照 他放上Facebook 說我曾經吃過這些味道 所以就上機才吃 對,上機才吃 吃的味道是很威風的 為什麼威風呢 因為我覺得我參與過 吃過味道 不是這個世界很多人 在Facebook我的朋友未必吃過 未必喝過 現在我吃過的 我就威風給你看 有這樣的心態 旅行 一樣 我去海船門 我在海船門拍照 我去到海船門 我講海船門的歷史故事 是不稀罕你的 但是你在海船門拍照 就證明你到此一遊 這幅就在整個朋友界裡 就很突出 威風了 你可以告訴別人 我有錢買飛機票 我去到那裡 到此地一遊 我去過哪裡 你去過沒有 現在海船門 都不是太特別 當然 舉例 以前真的很重要 以前很重要 現在飛機票相對比較便宜 還有廉航 有廉航 網上訂票各方面都比較容易 所以 相對來說 旅行員的感覺就少了 但是你剛才說的名牌 食物 如果不是 商場的租金 沒理由會這麼高 所以一有假期 他就做這些事 在假期之外 他根本沒有時間做到這麼多事 你剛才也說了 你怕老闆 不高興 你做到八點鐘放工 你還有時候逛工資嗎 你還有心情去做一些貨外娛樂的事嗎 沒有的 你還去行山嗎 你陪我家人也沒有機會 陪我家人也沒有機會 我以前也聽過一個笑話 就是 問老闆 你兒子多高啊 現在 他回答不到 是可悲的 是可悲的 香港一向都 次官很清楚 以前是窮 慢慢慢慢變成世界其中一個最有錢的城市 但是實質的生活 尤其是精神文化等等的生活 好像是倒退了 絕對倒退 你想想我們這個財富是多麼可怕 八千億個庫房 三萬多億的澳會儲備 超過十萬億的私人存本 還有樓價和股票市值幾億的天文數字 但是生活質素呢 除了是最表面的那一陣 越來越膚淺之外 在假期想過得好一點都難 是 這個其實真是陰功 所以到底 這麼辛苦在香港住 有時候是為甚麼呢 連去假期也有時候 那些人說 更辛苦過上班 是一定的 一定的 那你假期要來做甚麼 那人的生命呢 其實要來做甚麼呢 總之就是天天 就是捱 放假又捱 上班又捱 然後就告訴別人 我這樣要捱 我就是存在了 是不是這樣叫香港式的存在主義 第二種呢 在放假呢 他就覺得不是捱的 雖然在我們來的角度是捱 因為他要等兩小時才能吃到東西 或者去到郊外 不去總站坐不到車 你去行山 山已經不是山 山就是個虛 沒有些地方 通常選一些偏僻一點 還要偏僻一點 偏僻一點 少些人去 有些人去得到 還有呢 就是 你想吃些好東西 吃些差不多好吃一點 或者是真修一點的 你要去到一些很專門店 否則他不做給你 是做大衛東西 是因為他的廚房更不遲 嗯 因而很多呢 譬如要精工萬雕剁的食物呢 香港是從此沒落 沒落 譬如煎蛋國 為何要煎給你這麼辛苦 說起這個 吃的那個 不可能慢慢蒸雕細 我試過進去茶餐廳 我進去還未坐下 未找到位置坐下 他經問我 要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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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有位置讓我坐才可以 現在坐滿了 是不是 那種伙計也好 老闆也好 就是 我現在開門做生意 你要立刻 叫食物 吃完麻煩你 找不到位置坐 麻煩你走 你不能夠盡快想到吃什麼 麻煩你走 就是這樣 你不是純粹吃 你整個飲食的質素 都是插水的 這個呢 有個名字 叫做加油站食法 什麼加油站食法呢 好像汽車一樣 一洗到加油站 拿一個蓋 拿一個蓋 滿了就走人 給錢 給錢 但是 人們為什麼會覺得自己的生活有趣味呢 就是因為 衣食住行等等 都是有它的味道 味道不只是taste的味道 還有它生活的品味 不只是有錢人就有味道 窮有窮的味道 以前我記得 最普通的一種食品 在廣東 就叫做雲吞麵 你吃過以前的雲吞麵嗎 很棒 又大碗 是呀 又好吃 三毫子細肉 都有三四個 有鮮蝦 有冬筍 有菇 有冬菇 有肥瘦肉 肥瘦肉 肥瘦的瘦肉 包得很細膩 有一個 雲吞皮很靚 它自己做的 然後放進一個靚湯 湯也是有精細 只不過是三毫、五毫 一元 現在說出名的那間麥恩記 老爺做的 就是大排檔 就是用一些心機 來做好一些精細的小食 只是小食 不是巴心士兔 香港最出名的小食 只是街邊智慧 只是街邊智慧 你感覺到吃出有用心 是有味道的 就算我小時候吃的炒河粉 也是大排檔的鍋器 嘩 現在吃不到 醬汁很嚼尖 很細味 但現在連食都吃不到 以前做一條褲 在大浴海底 都和你量兩次身 叫你試 有試身 有試身 做了幾皮褲都有試身 怕死你不適合身 就要試完 有些醃沾的 和你試兩次身 然後再交一條褲給你 筆外是幾皮到十皮 你試想一下 衣食住行 那種勢力廣舊 尤其廣東人對於食的廣舊 是很嚼尖的 現在是完全沒有了 我現在見到很多咖哩飯 那些不是咖哩 是甚麼 我不知道 它叫做咖哩 但它不是黃色 它是泥 泥黃色 稀的 總之我劈一劈 叫咖哩 賣四五十元一碟 辣不辣 不辣的 不辣的 不香的 甚麼都沒有 沒有的 至於你說過雲吞 我吃過很久 前兩年 小籠包 四粒 加兩個小碗 幾條麵 就已經二百元 但吃了就等於沒有吃 不知道 它的份量是少 而且完全沒有味道 只是兩百元 因為我去灣仔做事 這就是次官你說的 生活質素 根本不能讓你細緻 不能讓你細緻 根本你要求細緻 可能要去到很偏僻 很高級 或者很貴的底下 可能給你吃慣細緻的東西 根本不是普通人可以享受到 但那些本來是普通街頭自衛 那些本來是普通街頭自衛 對 就算我們現在很多時候 菠蘿包 雞尾包 這些都是以前的 因為窮 不要浪費 那麵包 就做了一塊 再和你搓過另一堆 放在菠蘿包上面 或者塞進雞尾包 就慢慢變成香港特色 以前又反而做得到 以前香港很出名的奶茶 港式奶茶 你不要看它是普羅的飲品 但是很廣舊 有蛋殼 有絲襪 有靚茶 有茶漬 然後蔥 那時候有它的節奏 有它的手勢 然後沖到一杯 真的不同的飲品 是很甜 很滑 很滑 現在港式奶茶 說出來 就是一個侮辱的名字 那就很可憐 招牌都做壞 這些東西都喊了 即便 拿西 烏蝦 球棋 這些等等 將整個食文化 香港本土的食文化 毀滅了 包括住 也是 以前 怎會最壞的 灑置區 都比現在拖房好 當然 差很遠 灑置區除了它 睡覺的地方之外 外面還有很多公共空地 走小孩子吃完飯 做完工 大家是在那個灑置區周圍走很開心 現在是劏房 或者是棺材房 這些 哪裏可以移動 住車越租越貴 現在是越小的單位 越來越貴 現在地產商建的豪宅式 豪宅式劏開的小單位 實用面積大概等於一輛房車大 我未見過 還有一萬多兩萬元 一尺 一尺 還要計算建築面積的尺數 不是計算實用面積 它的價錢 它說實用面積是 賣的時候 用建築面積的尺數計算 結果做出來又是兩三百萬 至少買到一個棺材 一輛房車大的單位 人家計算過了 有沒有水電呢 又有水電 人家計算過了 原來香港的監房 那個居住面積是大 比現在要你傾家蕩產買的 這些所謂 供不起的樓 它叫劏盤 劏盤 就是監房的面積 比劏盤更大 不用交管理費 有水電 除了冷氣部之外 甚麼都有齊 也不用去承擔財務風 供不起不會有人踢你走 你想走得那麼難嗎 你想走啊 更難過登天 對啦 所以現在去到這樣的地步 剛剛阿淇冤在說吃 現在我說住 住 原來還要命坐牢 對呀 還要命坐牢 所以 那些人在旅遊的時候 有個假期的時候 他就以為可以盡情退出這些 以前那麼黑板的生活 但又進入另一個放假的黑板生活 放假是另一個黑板生活的 你說禮禮去喝茶 茶樓喝茶 他就進去吧 嘩 我看你那個等位 和你吃的東西 我想拍者你都很痛苦 真是沒甚麼心機去 喝的茶都很痛苦 我最近前兩天 都算假期的 星期五六 去一間 所謂高級的飲茶 叫了很多點心之後 有一個 比較冷滿的 即是那些雜菇魚麵的米線 整個小時出去就出去都回不了 上不了台 我知道是甚麼事 我就說 點菜的人 沒有考慮到現在是放假 放假人多 很多 存滿等位等到瘋子 因為廚房是不會這麼溜溜的 叫一個這麼溜溜的 不是大露菜 它是放在做了大露菜之後 大露菜是甚麼 譬如揚州炒飯 或是甚麼麵 即是那些 錦秀鍋 紅桃鍋麵 那些就會快 因為它多人做 一叫 立刻上碟 立刻上碟 即使是新炒 它幾碟一起炒 人是懶的 它是不想炒完一碟 大家都叫乾炒牛河 一個大鍋炒四碟 炒五碟 那些就快了 亦都省下火 又省下油 你要叫一些 雜菇 魚腐 米線 全個茶樓 只有你這桌 就快點叫 它一定放在最後做 那你要預算很多時間去 那要等 是嗎 如果等著吃飯 我餓死 你叫點心 千萬不要叫你 叫最大露的蝦餃燒賣 立刻送來 蝦餃燒賣都有個問題 以前我們有個 男子的舊式茶樓 他真的找師傅做的 一籠籠 現在很多 大規模生產 所以蝦餃燒賣很多 每間茶樓都差不多 叫做中央廚房的蝦餃 或者是他有一間工場 已經從你做完 做完 招搭了大批 運來 變成每間都是一色一樣 就沒有了 他蒸回熟給你 對 他蒸回熟給你 沒有了特色 以前的舊式茶樓的藍字 我知明白 甚麼藍 藍 藍 藍權社會比較重 那時候 放個譚冠在地上 你看起來都說 但是 做出來的東西 是不同的 是師傅的 他是師傅 每個酒樓都做 是特別的點心師傅 他沒有說職叫職造 職叫職精 做好了 做好了 蒸回熟給你 如果不然 你怎麼可能大規模賣出去呢 怎麼這麼快呢 怎麼可能這麼快呢 沒有辦法 不這麼快 因為租金很厲害 是的 還有租金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 很多食物已經機械化了 譬如 竹 真的 如果你的竹舖 要煲得漂亮的竹 你早上到七點鐘開始 晚上三點鐘就回去煲竹 那個竹底 任何竹都是靠竹底 竹底 才煲得很漂亮 廣東竹 叫做廣東竹 但是現在很多 沒有那麼早 叫他回去 給多點錢 於是很多是搞碎的米的竹 這些是不用怎麼滾的了 在那個 綜合大樓 一筆 大鍋 大鍋 一筆 放進去煮加熱 你吃的味道不同 香味沒有了 但是 是不是叫做粥呢 都算了 但是那些就 不是近時煲的那些粥 所以很多東西都是 任何你出來吃的東西 都會有這個問題 假期 吃了 或者是在家睡棺材房等等 都不是那麼過癮 但是還有一件 去旅行都可能是受罪 不過還有一件更嚴重 我見很多人 現在越來越多 尤其是行政人員 所謂 戴上一本 notebook 或者什麼 去做事 什麼做 一路在酒店做 這裡說和老婆子女 去巴黎也好 東京也好 然後他拿著 notebook 隨身24小時 隨時做公司的事 對 現在回去 不過他轉換了辦公室 我自己聽過 打封的時候 大家下班了 掛八號 然後主管說 我們只是轉換辦公室 即是回家做事 如果你是放假的時候 只不過是轉換辦公室 只不過是轉換辦公室 即是 即是 價你照拿 年價照拿 少扣除 但你仍然是做公事 你脫離不了博觸 這些真的不是放假 這些跟做奴隸不是太大分別 即是金剛窟仍然放在你頭上 而且他不需要像唐三藏一樣 擺金剛窟在頭上 他自己擺 你自己擺上去 你自己念咒 對 孫悟空的反叛星辰 一直都有 現在那些是覺得這些應份 這樣才叫做有工作熱成 這樣才叫做工作效率 這樣才叫做勤力 最重要是勤力 真的很多這些 還有這些情況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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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反而我感覺是少 現在我感覺是多 那是不是將生產效率提高了 又不是 又不是 生產效率提高了 他們不需要那麼辛苦 是呀 回家就要用公司行李箱 我這麼大個人從來沒有用過公司行李箱 我一張紙都不會帶回家 有什麼就一定要在公司做完 做不完都要在公司做完 總之一定要準時放工 但是交下來一定要做得清清楚楚 又交大 這些是一個基本的工作效率 還有人呢 你不是說我衝刺一百米跑十秒 我二百米就二十秒 不是這樣 沒有可能人是會累的 精神會累的 你如果做得慢也會更好 你這樣強行長期的 連假期都等於沒有假期 你會很容易犯錯 是的 因為你已經 那副計 已經慢了 已經錯了 一犯錯而補獲的時候 那就總結 總結 公司結 你自己結 對 沒錯 你以為會增長了 其實是倒退的 倒退的 還有你付出的更多 包括公司老闆 蝕的業 其實是 但是人們都情願 冤枉甘心 是的 你看到表面那一層 膚淺那一層 總之見到我們公司夠長 就行了 起碼合格先 善財難捨 冤枉甘心 冤枉 好了 今天差不多 好 明天我們再討論一下 社會引致出來的很多 就是人際間的問題 人際的 人際交往都值得說 下次 好 再見